感性看球理性聊球 大家好欢迎收看本期的阿三看球 我是阿三 今天我们聊聊中国女排奥运会名单人选的一些情况 众所周知目前中国女排呢正在宁波北轮呢 进行一个封闭的隔离 并且呢进行一个奥运的备展 尤其呢奥运会还有一个月左右的时间就要开始 所以对郎平来说呢 眼下最重要的还是把四联赛上遇到的一些问题 再次进行一个调整和修改 然后呢针对各个奥运对手呢进行相应的一些战术研究和逐一击破 以争取呢在这一次东京奥运会上实现这个冠军的未免 我们都知道此前中宫女排的参加四联赛的最终目的呢 并不是拿到冠军而是练兵 球队一方面呢是为了考察这些年轻的队员 另外一方面呢也是提升球员的一个状态 为接下来的奥运会做这个赛前的一个热身 并且呢去考察对手 那明显这两个目标我们目前已经是达成 那接下来郎平呢也会参考这一次啊 15个球员在四联赛的一个表现呢 从中去挑选出奥运会参赛12人大名单 那这次四联赛球员的表现呢 大家其实也看到六大主力和大部分的替补球员呢 都有着不错的一些状态 也帮助中国女排是接连拿下七联胜 不过有个事实是不能够忽视的是 那有些球员表现呢的确也是非常的一般 那这些成绩和状态都被郎平看在眼里 那接下来呢也势必会对一些球员进行一个相应的淘汰 那首先就是刘晓彤这个老将 其实我们也能够看到呢 刘晓彤在和刘远涵那个竞争当中是明显处一下风 不仅是一传不稳 防守也不好 那么强攻呢其实也不太行 在过去的比赛当中啊 不管是打弱队还是美国这样的一个强队呢 那么郎平其实根本是没有给刘晓彤任何一些表现的机会 而反观刘彦涵则是获得了不少跟主力球员呢 搭档配合的一些比赛 所以从这一点上来看其实已经很明显可以看得出来呢 郎平指导所做出的一些决定了 那么第二个啊这个被淘汰的球员呢 大概率是林立 作为中国女排的一个老将呢 林立曾经也为国家队立下过汉马功劳 那么和严利他们是一起征战过很多的一些国际赛场 也是郎平的一个爱将 但其实最新几场比赛看来呢 他的表现也真的是非常的一般 获选择球迷都感到非常的奇怪 郎平为何偏爱呢 一直质量不高的一个王梦杰 那么主要原因呢还是对比之下 这个林立遗传的失误率太高了 第三个就是杨寒玉 那么作为第三复工呢 其实也可以看到呢 啊王源源最近的一个状态是回暖了不少 那么郎平也是给予了他不少的一些上场的机会 而且呢上场就有表现 那么从这一点上来看呢 我也是郎平的非常愿意看到 那么毕竟作为一个替补球员呢 那么这个球迷不指望你能够发挥出多大的一个作用 但是你上场呢就必须要有贡献才行 否则呢就像这个杨寒玉这样的真的要沦为这个累赘 也要彻底被这个啊王源源给打败了 所以如此一来 其实他们三个人啊三个人呢出局之后呢 剩下12个人呢 大概率就会成为这一次参加奥运会的一个名单 所以其实对于这些名单的话 我们也只能认定了 因为的话他们都是靠各自实力的一个表现呢 来获得各自啊进入这个名单的一个实力 所以其实呢都是靠自己的一个实力吃饭的 好了本期的阿三砍球就来到这里 喜欢阿三的可以点击关注评论 我们下期啊继续开心聊球 拜拜